咒术高专二年级学生究竟有多强? 珍惜真的喜欢遗古忧太吗? 明明同样都是天语咒妇 为何与扶黑圣耳差距却如此巨大? 熊猫的哥哥和姐姐有没有单独的意识? 狗卷语是在表达什么意思呢? 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过往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宇 熊猫狗卷珍惜彻底考察 高专二年级禅怨珍惜 禅怨珍惜是一位身材高挑的运动型少女 虽然出生于三大咒术家族的禅怨家 但却是先天宁咒妮的特殊体质 必须要借助特殊的眼镜才能看到咒妮 因此遭到了重视咒妮的家族排挤 珍惜的性格倔强要强 为了证明自己独自来到咒术高专学习 为成为强大咒术师的梦想而努力 珍惜的判断力和行动力十分出色 深受同伴狗卷、熊猫、遗骨忧态的信任与尊重 尽管如此却遭到了禅怨家的阻挠 一直处于垫底的四级咒术师 但据三轮侠的预测其真实能力能轻松浮出二级咒灵 擅长使用咒剧近距离战斗 训练后辈也非常严格 是一位非常好的学姐 珍惜与父母的关系很差 有一个双胞胎妹妹叫禅怨真一 与禅怨圣儿是同辈 这样算来应该是浮黑的长辈 那么珍惜真的喜欢遗骨忧态吗 虽然熊猫有在磕两人的CP了 但两人的感情目前还不明了 众所周知遗骨和李湘可是纯爱 但随着李湘的节奏 遗骨还有漫长的人生 借鉴老师也有透露过 在未来也许会遇上喜欢的人也不一定 第一次与遗骨忧态见面的印象 到现在有改变吗 借鉴老师的回答是 令人生气的豆芽菜变成了很厉害的豆芽菜 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一股CP感 珍惜的能力主要是天宇咒妇 与浮黑圣儿的天宇咒妇是同一种 但因为是双胞胎的缘故 导致其拥有了一丝妹妹的咒力 所以并不是很强 但在其妹妹真一死后 失去了全部的咒力 才真正觉醒了恐怖的天宇咒妇 那么珍惜的天宇咒妇的实力 能够达到圣儿的程度吗 借鉴老师的回答是可以的 珍惜一开始是想要用强大的肉体来弥补咒力的不足 但在见识到圣儿的强大后 便转为要如何舍弃咒力了 珍惜虽然在近战中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实力 但相较于更优秀的近战高手 实力并不显眼 由于在战斗中使用的咒剧强弱的不同 其实力也会上下波动 但珍惜可为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 其使用过的咒剧有 图抹座 长刀 枪刃 暗器 三轮侠的太刀 特级咒剧 油云 龙骨 不知名咒剧等 其中图抹座是珍惜最爱用的咒剧之一 就是被五条物借给虎杖用的那把刀 但在与特级咒灵的战斗中损毁 当虎杖得知图抹座是珍惜的咒剧后 却不敢说自己损毁了 便搪塞珍惜说刀还在五条物那里 特级咒剧 油云 本属于禅怨圣耳 是不利于五亿日元的特级咒剧 是纯粹的物理之力 因此其威力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持有者的体力 龙骨是诅咒师主无柔造的杰作 是一把会有不祥黑色花纹的刀 能将碰撞中的冲击作为咒力吸收储存起来 根据使用者的意图 可以将积蓄的咒力从刀上喷射而出 不知名咒剧是妹妹真一的构筑术士练画的咒剧 看起来是一把沉重而威力十足的刀 刀刃处的流淑装饰几乎挡住了刀柄 刀刃会发出滋滋的响声 这把刀本身有什么术士还不太清楚 珍惜的过往 珍惜出生于玉三家的禅怨家 与双胞胎妹妹禅怨真一 从出生起就被视为不祥 珍惜原本是零咒力 但因为与真一的孪生关系 又得到了微不足道的一点咒力 珍惜的天宇咒妇因此大打折扣 而真一的咒力也因此大大减弱 这便是在咒术界双胞胎被视为不祥的原因 因为天父会被一分为二成为废柴 珍惜内心其实十分在乎妹妹 为了能让和自己一样被轻视的妹妹安生 想要当上禅怨家家主才离家出走 进入高专不断努力锻炼 这一行为导致了不想成为咒术师的妹妹真一 也成为了咒术师 因此真一对珍惜怀恨在心 认为珍惜违背了小时候不会分离的诺言 珍惜在交流会中制定了有效的作战方案 打败了三轮侠和妹妹真一 赶往伏黑战场处支援 却被花玉使用树枝缠住而无法动弹 最后被虎杖和东坛葵救下撤离战场 在色谷事变中与伏黑会 七海剑人植皮人一同迎战特级咒林陀根 被陀根拖入领域内陷入危机 伏黑圣恶突然从天而降 从珍惜手中抢走了特级咒剧游云 珍惜还在感叹眼前的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竟然能有人不费力气就从自己手上拿走了特级咒剧 之后与漏胡交战 实力不济的珍惜被烧成重伤 但被99游击治疗后完全康复 在伏黑会被任命为第27代家族后 伏黑会曾说要把家族之位让给珍惜 可珍惜以实力不足为由而拒绝了 为了准备死灭回游珍惜回到残怨家回收咒剧 却被埋伏的父亲残怨善砍伤后昏迷不醒 为什么残怨善要大意灭亲杀掉自己的孩子 表面上看起来残怨善是遵守咒术界 诛杀试图解放五条物的人 但其实身为父亲的残怨善将自己的失败 归咎于孩子 无能之辈为自己找的借口罢了 残怨善虽然含泪向孩子挥刀 但其实都是假慈悲 其甚至不亲手杀死孩子 而是想要通过咒灵来吃掉孩子 让自己的心灵能好受一些 是个极其自私的禽兽 真一选择了牺牲自己 打破双子的束缚 使用术式构造了不知名咒剧后 器官衰竭而亡 清醒后悲痛欲绝的珍惜 使用龙骨和真一制造的咒剧 斩杀了残怨家所有人 妹妹的死也让珍惜感到后悔 也许自己真的应该和妹妹一起落魄 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至此残怨家覆灭 面临被玉三家除名的下场 熊猫虽然也是高专二年级的学生 但其实是校长 业额正道创造的 会说话的变异咒骸 是极其罕见的 拥有感情的熊猫 被称为最高杰作 虽然看起来是熊猫的模样 但其实会说人话 不仅如此 还会注意到人之间的关系的微妙之处 具备很高的智慧 拥有独立的人格 因为不是真正人类的原因 能以独特的立场去观察周遭的事物 而她的能力和冷静的性格 被朋友视为可靠的伙伴 是个精神上责任感很强的高中生 梦想是总有一天要去走斑嘛 熊猫可以说生来就与众不同 虽然觉得有些人类的性格很恶心 但又非常喜欢这些自己没有的性格 可以说熊猫是非常独特的存在 熊猫这个角色诞生的原因 是制造一些可爱的笑料 丰富漫画的元素 熊猫作为咒术师是有薪水的 其薪水是由父亲叶尔正道带领 再由叶尔正道发放零花钱给熊猫 另外熊猫相当八卦 当看到对自己和别人都很严厉的珍惜 对遗骨多少有些温柔的对待 就猜测珍惜是不是对遗骨有意思 随意的为遗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也因此被珍惜怒斥 熊猫也善于与人交际 在与后辈打交道时非常用心 但不会过分靠近 保持适当的距离 熊猫的来历 从制作者叶尔的发言来看 熊猫的核心是复制了人类灵魂的信息 三个核心的灵魂必须是投缘的灵魂 哥哥和姐姐从称呼来看 可能是熊猫主人格的亲哥哥和亲姐姐 因为叶尔正道有过结婚的经历 并且曾称呼熊猫为儿子 所以熊猫本身就是利用孩子们的灵魂创造出来的 大概也是因此熊猫才会喊出那句 熊猫不只是熊猫 熊猫十分擅长近身战斗 利用巨大的身体和超强的力量 不仅如此 头脑也十分灵活 也会分析战斗做出合理的判断 熊猫有三个核心 分别是重视平衡的熊猫弟弟和擅长力量的熊猫哥哥 还有未知神秘的熊猫姐姐 因此即使一个核心被破坏了 功能也没有问题 还可以通过在体内制造一个假核 来隐藏核心原来的位置 避免被击中要害 战斗中 熊猫可以将核心替换为哥哥或是姐姐的方式 来改变其战斗的风格 在与机械玩的对战中就曾启动了大猩猩的模式 展现了仅次于东堂葵的强大力量 号称无法防御的机阵掌 威力十分惊人 同时咒力消耗也非常惊人 所以一般需要速战速决 熊猫更换核心会改变性格吗 哥哥和姐姐有没有单独的意识 答案是没有 熊猫的过往 熊猫刚出生时和人类婴儿一样带着尿布 但却已经可以很好的沟通了 叶儿相当于是熊猫的父亲 一直教导着熊猫成长 之后熊猫进入咒术高砖学习 与狗卷级产愿珍惜 遗骨忧太成为了同伴 在下游节侵入咒术高砖时 为了保护遗骨而奋战 在一年级入学后熊猫作为前辈经常陪着特训 在交流会开始之前阻止了东唐葵暴咒服黑 保护了学弟 熊猫和虎杖进行过短暂的交流 认为虎杖是罕见的存在 在交流会开始后 熊猫察觉到京都的学生企图暗杀虎杖的事实 并告诉同伴们一起为保护虎杖而奋战 熊猫对上京都的机械丸雨昕吉 熊猫的挑衅引起了瘫痪的雨昕吉强烈愤怒 遭到了雨昕吉猛烈的攻击 最终以熊猫获胜告终 两人也因此结下了友谊 不知在得知雨昕吉去世的消息后 熊猫会是怎样的心情 我想大概是会流泪吧 在涉骨事变中 熊猫遵从日下部的指示 疏散民众 在遇到了下游一派的诅咒师后 日下部采取了B战策略 熊猫也跟着投降 但却卷入了素挪与漏虎的激战战场 可爱的熊猫小声的呼唤虎杖 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熊猫在他们的打斗中 救下了被困在瓦砾下的日下部 随后日下部明确表示希望杀掉虎杖 熊猫对于等待着虎杖的命运非常担忧 射骨事变后 咒术界高层拘留了熊猫 被当成诱饵 又补了被诬陷为射骨事变主谋 而被判处死刑的夜娥正道 之后熊猫被日下部秘密释放 前去和越狱的夜娥汇合 却来晚一步 只看到被乐岩寺杀害的夜娥尸体 熊猫并没有向乐岩寺复仇 认为他只是在执行命令 随后熊猫在夜娥的遗体前嚎啕大哭 发泄悲愤 死灭回游 为了寻找能够解救五条物的术师莱七华 熊猫和福黑会虎杖一起去寻找了 咒术高专三年级的学长秤 一起参加卷所的死灭回游 熊猫和秤一起进入了东京第二节界 高专二年级狗卷级 狗卷级是个白毛少年 是能将咒力施加在语言上的咒炎师 嘴巴的两端和舌头上都有狗卷夹的咒印 在咒术回战凌卷时发型和虎杖有点像 所以借鉴老师为了狗卷不和虎杖撞脸而更换了发型 变得更加美少年了 咒炎是无论什么样的命令 都能强制他人执行的强力术士 所以为了不误伤到他人 狗卷一直用饭团馅料代替语言 独特的语言加上清冷的态度 容易被不熟悉的人误解 但其实狗卷性格温柔 特别为伙伴着想 被熊猫和珍稀评价为 骨子里非常开朗 并且最会照顾人的人 狗卷与一股忧太是最为亲近的伙伴 狗卷的实力也很强 在童年级中被定位于 仅次于一股忧太的准一级 那么狗卷是从几岁开始 用饭团馅料代替正常语言的 契机又是什么呢 从懂事时开始 大概就像双鱼种一样 狗卷家的咒炎师们 是如何进行交流的呢 答案是心灵沟通 在狗卷的世界里 鲑鱼表示肯定 有时无意义 沐鱼花和鲸鱼干表示否定与拒绝 金枪鱼蛋黄酱是狗卷最喜欢的馅料 再有重要的是 需要别人注意时才会使用 也有把金枪鱼和蛋黄酱拆开使用的情况 含义暂不确定 金枪鱼蛋黄酱是雅乐 大戒是表达安慰 有告诉别人自己没事的意思 要询问别人没事吧 明太子表达危机感 有很危险的含义 烟糕菜同样表达很危险 区别是烟糕菜 更多是提醒他人的意思 海带有你好的意思 似乎还有其他不确定的含义 烟鱼子是语气词 好诶 狗卷的能力 咒炎是施加咒力 在语言上的速适 例如爆炸 扭曲 睡觉等 甚至还可以使用飞出去 无视物理的作用 但越是危险的指令 本身已伴随着更大的风险 且咒力消耗极大 这也是狗卷 基本不用去死 这样的咒炎的原因 狗卷还可以使用扩音器 或是透过电话传达指令 是非常实用的能力 虽然是强力的速适 但限制也较多 比如戴上耳塞 就几乎可以避免 狗卷的过往 狗卷吉出生于咒炎师墨艺的狗卷家 狗卷家在咒术界是异端 虽然有着祖传的强大咒炎术士 但却在极力的避免术士诞生 偶尔也会有像极这样的持有咒炎的孩子出生 极这个名字是言语很扎人的意思 常用膏里掩盖面部是为了降低音量 因为不好与人沟通而被疏远 但狗卷也接受了这样的现实 认为总比伤害别人好 狗卷的咒炎对嗓子的负担极大 所以随时会携带润喉药 进入高专后 狗卷认识了同级生 珍稀熊猫 并成为了伙伴 在白鬼夜行中 狗卷和熊猫一起被五条物 传送回高专支援珍稀和遗骨 因实力不济败给了夏游杰 虽然倒下 但还是用咒炎让遗骨逃跑 是个非常讲义气的伙伴 在交流会上和浮黑家冒 一起抵御了特级咒灵花玉的攻击 在色谷事变中用咒炎控制了混乱的人类 对他们进行疏散 却被暴走的竖挪施展的术士波及 砍下了左臂勉强才活了下来 但却被不明符咒包裹住了手臂 目测情况并不乐观 因为叶额在被处决时 也被这样的符咒所包裹 之后的行动不明 目前没有再出场 希望狗卷可以早日回归 好了 关于高专二年级学生 所有情报讲解到此就结束了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请一定要记得帮小语按赞和订阅哦 记得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影片的通知了 你们的鼓励是我制作这一系列的动力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